周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 其中,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阵容庞大祥和,受到民众的欢迎 告别了连日的阴雨,温哥华人在难得的冬日晴天感受圣诞气氛 星期日,市中心的道路两旁早早就挤满了观看圣诞大游行的观众 现场约30万人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之中 游行团队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族裔,包括爱尔兰传统舞蹈、唱诗班、苏里中学乐队等团队的表演 其中,由天国乐团、真山忍花车、妖鼓队和法轮大法工法演示队组成的法轮大法游行团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后笑容可居 满载礼物的圣诞老人乘着雪橇来到温哥华的闹市街头 使整个游行达到了高潮 Merry Christmas 新唐人温哥华记者站报道 切斯特郡是宾州创建之初三个古老的郡之一 已有336年的历史 11月30日傍晚首府西切斯特市举行传统的圣诞游行 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 雨后冬日的傍晚有点冰冻 不过仍有四万多民众涌上街头 参加当地年度圣诞活动的经典开场节目 西切斯特圣诞游行 游行的主站道是在市场街 唐宁镇高中乐团等当地学校 商会及企业 舞蹈团体都有组队参加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场节目 非常棒 来自纽约的天国乐团 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也受邀参加 主持人介绍 天国乐团成立于2005年 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 法轮大法是促进身心健康的修炼功法老少皆宜 除游行外 还有已经持续十年的暖场经典项目 两英里的珍州Elf跑走活动 新他人记者李和平 宾州西维切斯特市报道 今年的1月至11月 中国大陆很多省份的公安部门 假借扫黑之名 对法轮功学员制造5人以上的集体绑架案至少70起 机密文件显示 中共610办公室还在部署进一步的迫害行动 11月9号一天之内 中共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各个区县和大庆市 非法绑架了119名法轮功学员 还骚扰了十几名学员 据法轮大法明会网的消息 这次绑架行动是黑龙江省公检法资部门合谋的 警察拿着名单挨加绑架 10月12号 长春市也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 包括不修炼的家属突然遭到绑架 法轮大法明会网的消息说 两天前 吉林省刚以省市区域联署发了个 所谓打黑除恶的公告 8月22到23号 辽宁省10个城市的警察 他非法抓捕了42名法轮功学员和4名家属 据了解 这次绑架是辽宁省公安厅督导的专案组联合行动 简称822案 类似的案件不仅局限在东北 中共在今年1月发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 但全国很多省份的公安部门假借扫黑之名 大规模绑架 关押 骚扰法轮功学员 根据明会网的消息 拒不完全统计 从2018年1月份至11月29号 中共对5名以上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绑架案件高达72起 9人以上的集体绑架案有25起 另外 仅上半年中共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 至少24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骚扰 年龄最大的89岁 上半年430人被非法判刑 非法庭审380场 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出庭做无罪辩护186场 法轮功学员事实上是社会上最善良的一群好人 那么他现在扫恶除了当然应该是打击那些真正的坏人 可他却借用这个来打击最善良的人 而且绑架过程当中事实上也是遭到了很多民众的谴责 尤其很多律师的话也越来越了解到真相 所以他这种绑架是会更加让人看清中共的非法性 中共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 当时的党魁江泽民曾指示 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 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 肉体上消灭 经济上截断 时事评论员任北明表示 中共至今仍在大面积的绑架法轮功学员 说明了几个事实 第一个就是尽管在面对19年残酷迫害 仍然有数量非常巨大的法轮功学员 在坚持着他们的信仰 第二个呢就说明他这种镇压事实上是失败的 因为虽然他已经激进了所有这种迫害方式 但是不得迷心真正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 他们是知道法轮功有多好 最近海外曝光一份中共610办公室下发的机密文件 目标任务是从今年10月到12月严厉打击法轮功 深入推进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 严打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等 评论人士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但违反中国宪法 和国际人权公约 还对中国司法体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中共在各地打压法轮功 他构成了大量的警察刑事犯罪 很多把学员就这么活活打死打残 以至于发生由中共国家体制所实行的 活体栽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这样一个人类从没有过的邪恶 这就是共产党打压法轮功的结果 11月27号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远会的研究与政策副主任 Tina Marfett表示 中共一直在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恐吓和骚扰 还在继续 他说 要让中共知道美国正在看着 美国对此关注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 在各国首脑来到阿根廷举行G20国峰会之际 再次出现中共渗透事件 阿根廷警官疑似受中国大使馆的指使 暴力阻拦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情愿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表示 将对此采取法律行动 2018年G20峰会 11月30号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开幕 29号 数名阿根廷法轮功学员 前往习近平下榻的喜来登酒店附近和平请愿 他们手举横幅 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办江泽民 当天下午 中共驻阿根廷使馆和当地的亲共侨团 组织了大批华人 统一乘车 穿红衣 持红旗 也来到酒店附近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 一名阿根廷便衣警察和一名中共大使馆官员交谈后 几名警察随即来到法轮功学员面前 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就强行取下法轮功学员的横幅 阿根廷法轮功学员表示 他们请愿的出发点 是呼吁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 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情愿活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法轮功学员试图向警方解释 但警方随即上前抢夺横幅 一名警察并用警棍击打法轮功学员的手部 用警棍扼住法轮功学员的喉部 并将她猛烈的向后拉 当地警察局长也在现场指挥 现场一名阿根廷女警察告诉一名法轮功学员 她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做好事 但她爱莫能住 因为命令来自上级 她说 我记得你从前面 你准备做了一场 你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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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正常的状态来 像这次在阿根廷的情况就是这样 很明确的 这是来自中共的压力 这是中共渗途西方 干预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生活的鲜活例子 中共利用所谓经济合作 以及外交要求 在西方世界扩散中共的意识形态 和极权暴政的思维 已经对自由社会的人权 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等根本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当天警方拘捕了9名阿根廷法轮功学员 并于第二天下午全部释放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发布声明说 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收买阿根廷警方 策划了这起暴力拘捕行动 声明重申 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是合法的 他们将采取行动 起诉本次事件的肇事者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